好的 主播 現在這裡就是在宜蘭的南方澳漁港 可以看到其實雨已經開始在下了 那麼風也慢慢的增強 那麼可以看到在碼頭邊 是停放了這一艘全新的漁船 這是陳先生第一艘的心血 沒想到卻遇上了蘇迪勒颱風 讓他非常的緊張 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就是很擔心 因為颱風中心剛好在南方澳這邊附近登陸 在花蓮那邊登陸 所以人就是要在船上面看 在這邊顧 需要趕工的師傅都在趕工 那你的那個什麼 就是有做什麼防海的部分 有啊 就是你看那個繩子 大條的繩子都拿出來綁了 船頭船尾都一樣 總共綁了五六條繩子 原來就是陳先生 花了四千多萬打造的第一艘的漁船 那麼也是他的心血 原本在中秋節的時候就可以完工 沒想到這一次 卻遇到了蘇迪勒颱風來攪局 也讓他相當的緊張 所以是做好了這個防台準備 分別是在船頭以及船尾的部分 都綁了各自三條的出繩來固定 同時這個門的部分 也用木板加鐵棍來強化 就是怕這個蘇提勒颱風到時候帶來強烈的 這個強勁的雨勢還有風勢呢 會造成這個漁船損傷 那麼他也希望呢 這一艘船呢 在這個做好了防海準備之後呢 可以度過這一次的颱風來襲 那麼這是掌握到最新情形 鏡頭交還彭麗主播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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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